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就是他不是我们的粉丝来搞局 我不相信 他应该都是我们的粉丝来的 其实如果是这样 你根本是《啤梨漫步》 根本是否在这里也不应该看 因为《啤梨漫步》 顾名思义 当然是我为主的节目 你一下子出来被人吵了 我真的不知道你搞什么事 阿正今天没有做节目 我也不知道 昨天阿拉伯和我说才知道 他应该就出去做采访吧 昨天阿拉伯 其实已经不让记者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妨 即管看一下现场 其实你们去看那边 没有问题的 我也没有问题的 只得几百人看也没有问题的 因为那边都是我们给你频道而已 但是为何你说这句说话出来 陷阱呢 我不单是 腰子 成世无男人 咬你的眼臭压 你还要ş柔生病症 肝病症 吃不到东西 吃不到东西 跪溺羊 全身不动不动 眼睛滚滚那种 有小孩的 都不想大的 爸爸 父母 一定会要去入老人院 還要是八日之下的那些 洗澡好似那些 那麼閉營,溫水後射 衣服穿不夠,飯又吃不飽 他不是挑撥感情,他還以為自己很有型 老實說,叫Sandy,還要姓方的,都不姓方好人 雖然我老母都是姓方 好,不要說那麼多 6月4日,回憶忘記 都頗巧,無端端有人跑一步 ※代表甚麼什麼都不太清楚 心口的號碼 Census responder nos 因為怎麼辦因為比較敏感 各位網友 這方面今天 男朋友不就是叫Sandy 還會不站下來 有些人亦都沒有名字 很多這些香港人 但打算太等的 多數是我們的網友,這世界上是很奇怪的。 今天阿正不在,我們有Lawrence,我們晚一點點還會有風水浩, 紫微星人和風水浩大對碰,你們有沒有一起做過節目? 好像有一次,三個都坐在一起,吃過飯,沒什麼? 好,稍後我們趕快去跟進一些新聞, 在跟進新聞之前,有三件事要說的, 第一件事,我們自從昨天做特價之後, 香港製造的法國龍蝦湯, 還有我們那個裸頭湯當然要補貨, 但其實,我跟大家說, 這個湯我是未喝過的,在成品之後, 成品之前我試了幾十次, 但成品之後,我反而沒有喝過的, 待會我們試一下,給點評語吧, 看看龍蝦湯是否這麼厲害, 本來原價是98,現在是59, 第一件事,我昨天事不行, Leo說,給你一個男人激勵, 我課金給你支持啤梨, 其實你支持啤梨之前, 什麼都不重要的, 為什麼呢? 如果我不是怕煩,因為實在太多是非, 其實,當然不是現在, 現在我們的期待這麼低, 在很多年前,其實我應該把啤梨頻道發展成一個多元化, 多一些人做節目, 為什麼多一些人做節目呢?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益處, 因為始終不同的題材, 不同的主持, 不同的頻道會吸引不同的人, 你就算是紅如周星馳, 也有人喜歡不看他, OK, 那麼, 吸引多些人的話, 於是我的廣告各樣的效力更大, 又或者我們開頭想著, 多一些收入去明天的台, 最初的初心就是這麼簡單的, 誰想著要賺錢的, 但是後來我發覺, 兩樣對比, 就是清一清, 一涉及管理, 一涉及人, 就麻煩了, 我是最怕麻煩的人, 老實說, 有時候, 不要說我, 就算你自己有時候都會, 在人生路上, 你會發覺有些事情, 你真是自己欺老才, 做一些欺恨的, 你可能不覺得欺恨, 但是別人的立場, 就覺得你欺恨, OK, 於是就招惹一些是非, 但是有時候, 連別人都未必覺得你欺恨, 都不知道什麼事, 你就欺恨了, 這些事情常有, 講者無異, 聽者有心, 最慘的是講者, 你說的是你, 100個人聽都沒有問題, 第一百零一個聽到的問題, 那就是他搞你了, 又或者找機會報復了, 於是在這些情況下, 我一聽到人這件事, 我就很怕, 我就寧願躲起來, 就自己做, OK, 所以, 其實我們的台, 到現在, 主要, 你們會發覺, 譬如我, 或者阿正晚上會做過最正的分析, 譬如我之前說過, 風水浩, 拍過, 阿靚女, 阿Lattery, 做過, 關於風水浩的節目, 我也不搞, 為什麼呢, 就是怕是非, 但是有時候, 你不找是非, 是非都要來, 那些也沒有辦法, 但是我的名字, 其實也不算多了, 我覺得應該, 因為我不理會, 一不理會, 那說一下就沒有了, 你要學特朗普, 把是非當作自己是武器人, 那些是神人來的, 不用說的, 喂, 有很多人忍不住的, 喂, 怎麼搞錯我, 那人們其實受傷你這樣, 看你們這樣而已, OK, 就要忍不出聲, OK, 第二就是, 昨天, 我屎不行, 昨天6月3日, 晚上還要, 我屎不行, 按上網路, 鍵了幾個按鈕, 搞這個所謂的回鄉證, 咦, 今天就有時間, 那我, 昨天晚上下班, 就趕快去拍照, 旺角的, 怎麼會去收皮, 這麼早就收皮, 8點多, 9點不夠, 那今早呢, 我今早就on time, 去到這個石門, 拍了相片, 由我走進去, 到我給完錢拿出來, 我想, 20分鐘左右, 最久是等拍照, 那張相片, OK, 那, I've been told, 我被告知, 在某一個日子前, 就可以去拿了, 那我不知道會不會拿到, 我會不會回大陸, 叫後話, OK, 但是先拿去, 那些證件要做, 對不對, 第二, 第三, 大家真的會記錄到日子, 我怕我不記得, 今天是6月4日, 今天是6月4日, 星期二, 如果是下星期二, 如果是下星期二, 如果是7日, 就是6月11日, 下星期四, 6月13日, 即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什麼日子, 難道是容祖兒生日, 不是, 容祖兒生日是6月16日, 6月13日是我以前, 中學一個我暗戀, 他暗戀了我幾年, 我都不喜歡他, 但是後來我發覺, 他不太喜歡我, 通常都是這樣, 是的, 於是有什麼提經說出, 但是後來其實, 到最後那時候是喜歡我的, 但是, 因為那時候我自己, 因為他以前很喜歡我, 其實是應該, 他發覺我都喜歡他的時候, 就開始轉轉, 就裝吊高, 那我就不習慣溝女, 那時候, 難道他現在不喜歡我, Anyway, 沒關係, 那是他的, 56歲生日, 6月13日, 但是我不是說那些, 各位網友, 在6月13日, 剛才我有一個, 經常跟我合作的, 這個是很有毅力的網友, 為什麼他這麼有毅力呢? 他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出版這一本, 這一本, Ock Eyes的集, 《社珍集》, 不定期的, 這本社珍集, 強言我召喚的頻道, 在這裡銷售的數目, 都是屈指可數, 屈指可數的意思, 我都不要解釋這麼清楚, 我就不知道, 他怎麼在街上賣, 但是Anyway, 沒關係, 我很佩服他的毅力, 他仍然不斷去, 聯絡不同的, 少女無得義, 邀請他們拍攝這個社珍, ok, 那我當然覺得, 那天我問他, 喂, 你怎麼沒有錢賺的, 你怎麼做呢, 你怎麼做呢, 是不是想追求女生, 直擊, 他說不是啊, 他說不是, 是不是就只有他才知道, 就經常都介紹過很多, 就是, 毛特爾, 那下星期六月十三日,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毛特爾, 為什麼今次我放這麼多篇篇, 這個毛特爾, 似乎就比我們之前的成熟些, 我不要給這麼多大家看, 大家看一下, 夠熟了, 大家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不要看太多,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 好, 其實找玩, 可以不可以的, 射陣, 不可以的, 不要說那麼多, 問題, 這樣也不要緊, 這樣也不要緊, 他那個新的油膩, 是新的條理, 來自台灣, 台灣, 他喜歡識識的東西, 很愛變成你, 很愛變成你, 你想了解更多的東西, 就去他這裏, 我一聽見, 他來自台灣, 我問我的網友, 我說, 這個女孩子, 她是說, 果語的嗎, 我的網友跟我說, 她說果語的, 我說, 好, 6, 2, 3, 帶我這裡來, 因為為什麼我們學, 我們學, 養眼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多練習, 練習, 練習, 你知不知道啊, 所以, 我有這隻優麗小姐, 小姐, 優麗啊, 你叫什麼, 申優麗小姐, 她現在這裡, 台灣女孩子, 皮膚白白的看上去, 滑滑的, 滑滑的, 還有, 她的身材也很好啊, 對不對, 她的身材挺好的, 還有她是奇怪, 詩詩的東西, 詩詩的東西, 我們要跟她, 交流多一些, 對不對啊, 所以, 各位網友, 下禮拜四, 十三個禮拜四, 下禮拜四, 下禮拜四, 沒有, 我上次她聽得懂的, 她聽得懂的, 台灣人會聽得明白我們說什麼的, 我的果月, 我的果月, 在台灣賣索, 是這樣的膠剪, 你說我的果月, 非精書就難以定, 因為他們捲, 他們捲, 捲一捲的, OK, 好了, 下個禮拜四, 好了, 不要說那麼多, 我們的龍蝦湯是否已經準備好了, 差不多, 那就再補多一會兒, 好了, 各位網友, 十二分鐘, 多容易, 我們做爹里馬寶的節目, 好了, 首先呢, 今天呢, 就是, 嘩, 我也不敢說, 因為, 我們的記者問我們, 超哥, 六四是不是, 佛地摩來的, 是不是禁語, 不能說的, 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 嗯, 針對各個別日子, 政府立場清晰, 嘩, 他始終不會說六四這兩個字, 那是不是現在, 以後真的不能說六四, 是不是八百六十四都不能說, 嘩, 你不要這麼想, 老老實實說, 他說, 政府立場很清晰, 這次呢, 我又覺得是沒有說錯, 政府立場很清晰, 你不要擠我們, 有些人說不清晰不清晰, 我就覺得, 大家不要去理, 不要提了, 那就中他招, 唯有中他招咯, 是吧, 喂, 你看昨天, 大家看過了, 三木先生, 三木先生, 何許仁也呢, 其實以前也有了, 陳昔森, 阿森, 所謂的三木先生, 其實在過去, 很多年, 他也有做一些行為藝術的, 昨天, 我看報道, 他在維園, 沒有出任何聲音, 做過姿勢, 兩隻手指指天, 沒有說任何聲音, 沒有說任何聲音, 哇, 你不知道你還以為他犯了什麼法, 幾天的警察, 真的把警察撲走, 後來放回, 後來放回, 但是這個跟湯家驊行政會議, 成員跟我們說, 自己一個人去維園悼念, 用你的方法, 他認為沒有犯法, 後來也沒有犯法, 那為什麼要撲走他呢, 其實是很曖昧的, 這些話題我們真的不想說那麼多, 老實說, 李家超說, 香港法律很清晰地告訴所有人, 包括公安條例, 國安法, 維護國家安全法例等等, 所有活動都受到相關的法律規管, 再次提醒危害國家, 行為風險得如其來, 不能好傷口在亡, 記住了, 你繼續在那裏搞這些事情, 你繼續在那裏搞, 你們搞這些事情, 不要緊的, 你認為是這麼重要, 因為這些事情, 他們繼續做, 才能夠表現到他們是繼續有做事的意思, 現在, 我們香港市民, 又或者我們衛大祖國, 包括我們, 不要說香港, 衛大祖國, 其實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經濟的活動, 不要說香港, 因為剛剛你剛才吃了, 他也說了, 根本現在, 我就不說了, 在上面, 真是嚴重到不得之了, 只能夠, 用三個字, 你說得好聽, 就等問到, 說得不好聽, 就等, 嘟嘟, 就真的要自己去想, 你去到這樣的情形, 你還搞這些事情, 為什麼呢? 他沒有能力搞, 聽不到經濟嘛, 另外, 記者就問他, 議員無權否決預算案是現在, 他就說, 超哥就說, 有權, 不過問題是無差別, 然後一大輪那些事情, 他自己其實, 都說到, 很久久了, 他說法庭判詞說, 35家的用意清楚, 就是推翻現行特區的政治機構, 機制和架構, 好了, 首先, 好香啊, 香到很重要, 嘗嘗先, 這個呢, 我們一包而已, 有多少碗呢? 4碗? 3碗多, 3碗多, 不夠4碗, 好香啊, 59元而已, 嘩, 有很多材料, 我們今天是有材料的, 不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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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些湯的, 不要客氣啦, 小花姆, 你有沒有喝? 我之前有喝過, 很好喝, 很濃郁的, 你問我, 北雅魚, 北雅魚是我們幫你做的, 直接是北雅魚, 一些呀, 沒關係, 我們之前還沒減少, 不是那一客人呢? 是, 原來, 它的份量也挺足的, 真的, 有4碗, 密度也挺高的, 那些, 那些肉, 如何工作, 可以不可以呢? 是不是呢? 我覺得好喝過街那些好多 街那些好多苦的 怎樣了?59 59元就好大了 原來真的有四碗這麼多 大家真的出來買 我馬上很有信心 還有響網湯99 是呀響網湯 我們下次請來 謝謝 其實老實說 首先要這麼說 關鍵是無差別的 其實你問我們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我希望終於有一天我會搞得明白 就算是無差別 就算是否決賽 關鍵是推翻現行特區的政治機制和架構 其實怎樣推翻到 你說推翻當時的政權 比如 超哥的政權 比如林鄭月娥的政權 OK 明白 但是特區的政治機制和架構 你推翻不到的 我們跟進去的機制 跟進去架構 那就解散立法會 那就重新再選立法會 再過不了財政預算案 跟進去機制 然後你就特首辭職 其實這些 就是雞和鴨說的 沒得說的 他說 總而言之 要社會有安全穩定的環境 才可以全力拼經濟和 謀發展為民生 再說這些 就沒什麼意思了 現在我們安全環境 還是不夠安全呢 那現在 老實說 全是拼經濟 你說這些都沒有意思 再是 循環民政 我們簡直 不斷說過幾多次 所以我們不要說這些 我們馬上說 口水還有龍蝦的香味 很冷淨 我真的覺得很好喝 這東西真的很好喝 這東西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所以喝西湯的朋友 好了 另外 教育局就向全港中小學發信 呼籲學校多講解 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要性 通行提出 學校甚至可以參考局方編制 的香港國安法 頒布四周年講解的重點 在早回 班主任那堂 或者禮堂講座 向學生講解 香港國安法 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重要性 好在我經常都覺得我生得及時 兒子夠大 OK 他在外國圈 嘩 如果不是那麼多東西 讀真是大了 他又說 如果學生 一發現一些涉及國家 危害國家的情況 就向國安處舉報 而線路報告這樣說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說什麼 你這裡叫平靜的的那麼多 你教育局 每一天的政策 我們留意到政府 除了推行失敗的環保政策之外 所有事情都政治化 還有政府提出好客之道 我不特別說了 楊勇孔 我們香港人 去到今時今日 要重新學如何好好禮貌 對待客人 反而我留意到 在今天接受訪問的時候 說他真的 關於日前舉行的Waterbomb音樂節被設安排混亂 讓讓紅話 他說音樂節是私人活動 已向主辦方作出提點 強調不想因為個別事件 令到外界以為香港的盛事搞得不好 老實說 真的卸卸不來 你看到人家 Waterbomb的名字大 和兵兵八難 被立了入香港盛事 一揹票 我們有跟他提點 我都覺得是與你無關 其實是否你腳頭不好 結果人家不只是罵主辦單位 不只是罵你香港 是不是你那場詐騙 等等等等 一首集我們立即